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鸡厂英伦》 上集分享了 学妈不幸发生交通意外的事 讲解了预示后应该如何应变 以及有关报保险 换保险的事 今集会先重点讲 发生事故后我们逐保汽车保险的情况 没有任何NCB 又申报了换过保险 但我们的逐保保费 竟然都可以平过上一年20% 详细情况是怎样 转头就会马上讲 另外又会分享我们整车的整个过程 只是换过泵把 为什么要继续4个月 还有会介绍一下这部我们银了几天的Courtesy Car 这个牌子的车比较少人说 大家有兴趣就听一听 到最后就会总结我们处理这次交通事故的经验和心得 现在就马上讲一下我们逐保车保险的情况 上年到部之后我们买的原本那份汽车保险 都是全部 经Compare the Market 这个网站 找到的最低报价就是这间Gold Skippy 收费是690多磅 另外我们又加了一个Roseye Recovery的选择 收多了30磅左右 总收费是727磅 同样是600磅墊底费 因为事故仍然保持住0NCB 但是保费就加到1100多磅 即是贵了400多磅 很不抵 见到这样的情况 我又去Compare the Market 的网站 再找一下有没有其他便宜些的保险 在网上填写资料的时候 我们都如实申报发生过事故 Claim过保险 心想都不会拿到什么便宜的报价了 谁不知出来的结果有些惊喜 保费在1000磅以下的公司都有好几间 而最便宜的这间公司 基本全保保费 加上年也有买的Roseye Assistance 总共都是500多磅 比上年便宜了20% 那我们就顺理成章 买了保费最便宜的这间公司 亦可能因为发生过事故 我们的危机意识高了很多 于是就决定把所有这些 upgrade的选择都买了 包括Personal Injury Legal Protection等等 最终的保费 加上债就是610多磅 这些格价网站 在不同时间去拿报价 出来的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不敢肯定 我买的这间公司 在任何时间都会是最低最便宜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这间公司的名字 我都乐意告诉大家 亦都可以提供大家去申请他们的服务 请大家Email给我吧 我会尽快回复 现在就先去片看下我们的车的损位情况 紧接着就会说下我们经保险公司 安排整车的各个步骤是怎样 拍摄车的损位情况 主要都是这个泵把的位置 车尾这里 看到很大条烈痕 其实就可以看到里面了 一路去到右边这里 底部这个灰色位都是有些花了的 而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 因为都有试驾过它 没什么问题的 后面这些退后的感觉 关灯或者门的自动开关 甚至后置镜头都是没问题的 决定了换保险之后 保险公司提醒我们尽快经网上系统 预约今次的汽车维修 过程都挺简单的 例如可以在图上 选择你的车损坏的位置在哪里 大家不用太担心会漏了其他东西 因为最终你也是要将车交给车房 去做一些检查才决定如何弄 第二就是提供一些照片 拍一拍隔车损坏的位置 上去系统就OK了 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拍 大家都可以在text box 用文字描述 紧接着就是约 appointment 当时我是大约约到一星期之后的时段 这一次的appointment只是初步检查 并不是即时帮你维修车 约了日子之后 系统就给了五间车房我们选 我们就选了最近的那一间 然后就要等职员第二天联络我们 去约实什么时间 和看有什么要准备 结果我们等一天等又一天 都没有人找我们 直至到appointment的前一天 我们就主动打给这间车房 和那位职员沟通了一轮 终于在他系统里 找到我们这个case的记录 他有一些愚梦初醒 马上帮我们约实了第二天的一个时间 请我们驾驶车去他车房给他检查一下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今天就来到这里 first visit 给职员 看看我们的车房的情况 他就说都要再约时间去帮我们做的 他拍了相片 几分钟就check up 了 他会再和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那如果报了一架保险公司OK authorize 了他帮我们维修 那他就会再帮我make appointment 再约都要是说几个礼拜之后 他说三四个礼拜之后 他也都会帮我们看回保险条款 相信会有一架replacement car 给我们顶着当先的 他说整组bumper帮我换了他 那里面有没有其他东西要继续 要继续呢 他会再看的 如果没有特别东西 他预计都要三天时间去做 根据职员的说法 我们原本预期 车在一个多月时间之内 应该可以继续好 但结果就不太如意了 车房先后三四次联络我们改期 原因包括有职员中了COVID 人手不够 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汽车的零部件供应非常紧张 他们说供应商一直都没有送货 是不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但似乎和新车供应紧张 这件事也是挺吻合的 等了接近四个月 车房终于上门来收走我们的车去做 同时交了一部Courtesy Car 给我们应急 现在就去片介绍一下这部Courtesy Car 还有大家记得看最后的经验总结 撞车这件事发生了差不多四个月 终于等到车房那里来收走我部车去做 他会开一部Courtesy Car来跟我交换 我是未知是什么车款的 待会来到才知道 希望他不要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车 他会给我棍波车 我是欢迎的 学妈就辛苦点了 昨天就比较忙一点 今天终于有时间拍摄我的Courtesy Car 给大家看了 一辆红色的Compact SUV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那就是5座15cc 汽油车来的 大家会否看车身会猜到是什么牌子 给一点点提示 是英国牌子来的 不卖关子这么久了 拍给大家看一下 它牌子是 叫做MG 大家有没有听过 都挺精神的 挺英俊的 挺英俊的 MG 说不上是一个主流牌子 曾经是英国的一间老牌车厂 说起都有100年历史 我看了少少资料 它曾经都辉煌过 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被誉为小型跑车的一个好品牌 2000年打后就开始走下坡了 接着在零几年的时候就破产了 其后就被大陆的一间车厂收购了 所以现在它是一个英国牌子 但是属于大陆汽车集团的旗下品牌 看看车的性价比 其实它价值得駕駛 1500cc入门级的SUV 价钱不贵的 新车卖17,000磅 它给我駕駛的就是ZS 一个入门级的模特 主打家庭路线的SUV 主要的卖点都是空间大 车顶有这些铝条 方便你整个架去摆单车那些 或者摆行李那些东西 另外那些椅子是可以按下的 即又是灵活点 你要去搬东西 搬傢俱也那些 它都会帮到手 那它就五座而已 大家看到了 煲灯 对了 没有天窗的 看到C 机位的布局 比较简弱些 没有用到一些很高级的用料 都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是入门级的 软环这些都有一些控制按钮 基本功能 另外就有个我想到 8 吋或9 吋的触控屏 而这一架是自动波 来的 入门级这个真的没什么电动东西 除了那个側镜 两边是可以电动调校 没有电椅 当然也没有暖态 暖椅这些 我现在开着引擎给大家听一下 引擎声不算很大 都OK的隔音 它就没有keylet start 都是用车时去打车 OK 对了 标板显示也是简单些少 而冷气那边 看到是比较原始一些 就靠这些按钮去调校 例如你着冷气就按这里 温度它也没有显示 都是这样扭的 看见它是蓝色和红色的去扭 这边就调校风量 大一点、小一点 我暂时看又不见到 有什么驾驶模式的选择 其实坐下来的感觉 都是像SUV 它空间都大 头部是足够的 完全不会顶头 还有几寸位置在头顶 这个是SUV必备 但它不是说坐感不太高 可能它的车也不算太高 那椅子就保持低一点 令你的头部有回到 又去后座看看 后座是非常简约 只有窗的控制 没有冷气出风口 也没有USB 充电 那些东西 但是头部侧依旧是很足够的 整个感觉都是闊落的 完全不会顶头的 CG 位置刚才我教对了 自己的空间是很足够的 坐正在CG 后面 看到了 完全是松动的 不会顶脚的 一定坐到斜一点都可以 便宜的入门级的SUV 但是一加五口坐也是很舒服的 SUV 的另一考虑 就是尾箱要够位置放东西才行 打开来看看 OK 就是这样 它现在也有一块盒给了我的 这个是可以拔走的 移动式的 可以整块脱走的 接着就是储物空间 拿走白眼更加清楚了 也是挺闊落的 多少公升那些我都不知道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看 要按下中排的椅子 就要拉这条绳子 不过很难用力 所以还是要去中排的 按下中排的椅子 是这样的模样 有一级的不是平坦的 都方便你搬一些大件傢俱 例如来到英国 很多朋友都去买电视 去Costco 一般都不帮你运费 即是不帮你运 那就自己搬上车 这个空间 按下中排的椅子 你买一部六十多吋的电视 我相信都是没问题 完全够位置放 顺便说它车尾都有感觉 方便你拍车 但是没有镜头 纯粹告诉你 还有多远会撞到东西 在司机位的显示屏 你会看到距离 一点几米开始提醒你 看着读数 你拍车的时候便方便一点 今天我有机会开车出去走 整体感觉觉得它是灵活轻巧 即是它的尺寸就不是太大 走一些窄一点的路 急一点的弯 它都可以的 都是灵活的 而它的车本身不是太重 所以感觉上起步的时候 是有点灵活的 即是好像突然标前 而Dubbrake 也是一样 有点灵活的感觉 总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算是不错 即是作为一架家庭SUV 几样东西而已 空间够大 另外后排椅子可以按下 尾箱的空间够多 那是灵活方便 另外就是它始终价钱便宜 这是很大的因素 所以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你问我 我就不会买这一部车 因为我想每个人对于买车 譬如它的牌子 它的款式 它的性能都有些不同的要求 今天刚好有这个牌子的Crotosica 就当是给大家一些参考 现在我的心情 都是很期待快点收回我的Kia Sorrento 车厂就跟我说 它是要三个工作天可以帮我维修好 那 都是开回自己的车最开心 是不是很开心 我们的车回来了 很准时 它说三个工作日 上星期五来收车 今天是星期三 准时回来 好像收新车一样 铺着地毯 好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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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今次更换的部分 它就更换了整个后面的泵把 即这个位置 连起这个黑色胶 一路沿著整個車尾 整個車都換了 手工都不錯,位置對得很美 沒什麼瑕疵 新色不明顯 膠的位置就見到輕微不同 因為這個是新色 這個是稍為淺色少少 浪費得多也會 還有一些狠 舊這邊 說回今天收車的程序 都是很簡單的 職員就駕駛車過來我家 來到之後就拍照 拍照我的車 還有拍照那部Courtesy Card 確保沒問題 接著就在他的櫃圈簽名 作實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打電話回公司 安排Payment 接著他就Pass了電話給我 就在電話裡 然後就給回到Debbit Card的資料 這樣就結束了那個費用 這次是比我想像中 那個TOTAL的墊底費 是高了少少的 755磅 因為原本我記得 我是600多磅的 那個Excess 但是他就說 因為我們來了英國 未夠一年 就發生這一單以外 會加多100多200磅 所以TOTAL就700多磅 其實如果真的自己走去車房 就這樣找人換泵把 可能都是約600多磅 700磅 差異不是很大的 但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是撞到別人的車 別人Claim我們那部份 一定要保險公司Cover 那是可大可小的 我們所知 應該對方都要換了車尾的一組 如果沒有保險Cover 也算是挺重的 這個機會都提醒大家幾件事 首先你的車被人收回去整 記得記錄清楚 你自己的車收回去之前的狀況 我就拍下了照片 亦都特別拍了那個理數錶 記錄你大約有多少油 以及走多少里 保障自己 第二就是交收車的時候 其實就很粗略地看 目測一下車是否有問題 再拍一些照片 而我這次收這輛Curtus Car 其實職員離開之後 我才發現司機位旁邊的把手 即是把椅子調高調低的把手 是不見了的 我都第一時間拍了照片 然後發電郵給那間車行 告訴他這個情況 最後一樣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小心開車 這些都是人為的意外 責任在自己身上 是要小心避免的 這次總結來說 都是一些金錢的損失 給了幾百磅墊底費 亦都沒有了一年的NCB 都是要接受的 最重要就是沒有人受傷 希望日後順順利利 以及買足保險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謹記的 另外這次亦都學到一些有用的經驗 整個Claim的程序如何做 以及被我們撞到車主的溝通 以及保險公司 以及車房的溝通 都是一些很有用的經驗 至少可以幫助朋友 如果有人遇到這些情況 我自己回想回 都想不到一年時間 發生在這輛車身上的事 有用的我都會盡量分享給大家 另外我也會有些影片 講一些關於這輛車的東西 接下來會提及買車寶的東西 因為我都逐補了 都有些好介紹給大家 另外就是這輛車的車鏡 我都安裝了車鏡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現在拍到一些車尾的鏡 車頭也有的 是蠻好用的 可以給大家參考 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學雞頻道 請記得訂閱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以及按LIKE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兩位 我們要打印 我們要把它刷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